阿俊圈 嗅嗅出來了 來 最後那個節奏不對喔 好 沒關係 沒來 真的算了 算了 你們三個字 薰來看著 薰來的 歡迎收看 薰來的 謝謝薰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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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 明明Jo 我們是不是還有一個斯風感 你們不是要介紹我們嗎 不是 就是你們乾太快了 薰來的 你先來介紹一下 我們後來的薰來的女主持 漂亮嗎 大家好 我是王喬英 九映 謝謝靈媛姐 讓我有這個機會 不是 我們這個節目是自然 你太給了吧 會不會剪掉 大家好 我是九映 我是九映 大家好 我是奕萱 奕萱 大家好 我是以辰 你好 以辰 大家好 我是晨熙 晨熙 所以我們要拍多久 多久 還沒拍一遍 好 謝謝大家 聽說大使家這一次是 還不能做 還不行 不要急 九映我們這個是規矩 是 是 今天大家是第一次來到 麥卡貝全天的瘋音樂吧 是 第一次就送給大家 剛剛還迷路耶 從九映這邊開始 不是 這邊沒多大 你怎麼迷路 我們要自我介紹一下 好不好 跟觀眾呢 大家好 我是九映 剛剛不是有講過了 你最近是做什麼 自我介紹 我是巴哈姆特電玩瘋的主持人 所以有些人應該對我 不是很陌生 然後我自己 在三月份的時候 要發我的創作EP了 然後還有一件事情是 我今天早上去嫖眉 你想說嫖什麼 嚇我一跳 嫖眉 好嫖眉 沒有 不要亂嫖 沒有 我現在 我現在就是 眉毛很痛 等一下 你講一下 你這樣好像紹興喔 我們是 我們是三點到 你差不多兩點多 嫖眉了對不對 你看他的眉毛 右邊往上 而且而且還很紅 很紅 因為這製作人說 今天要錄影 我就說 可是我早上去嫖眉 他說 沒關係 你可以來做效果 好… 掌聲送給我們堅強的女孩 謝謝 謝謝 謝謝他的眉毛 我看起來很認真耶 我們換了下一位 很像玩搖滾的男士 是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毅萱 平常就是在駐唱 開開直播 做一些不務正業的事情 對 今天是不是來踢館的是不是 怎麼會呢 不是這樣過一過 那個導播他說 那個直播是不務正業的事 是 對 不務正業主持人們大盒 謝謝 你好 你好 會做人 大家一起 謝謝 來 哈囉大家好 我是以辰 我是以辰 那今年是都在直播 然後酒吧駐唱之類的 對啊 你是表演者 對 我突然想到 我前幾天走到咖啡店門口 我以為他沒有門 我就很開心地跑進去 因為我要找朋友 跑進去 我就往那個玻璃 對 對 所以我朋友很開心 就被我撞了是嗎 因為他是男的 蛤 玻璃是男的 玻璃有男的 玻璃有男的 你朋友是嗎 因為玻璃就很開心 因為 你的笑話很突兀 對 很突兀 剛剛那是什麼 沒討論就講了一個笑話 沒有啦 這都很厲害 很厲害 找朋友撞到玻璃 對 撞完玻璃之後 回家就寫了一首歌了 真的假的 你是藝術家耶 我撞玻璃 我撞玻璃 叫做什麼 撞玻璃就寫歌 聯名戴姓 對 不可以 Cue太快了 不可以這樣子 直接就把等一下 要唱的歌就講完 我們的表演就是一直撞玻璃 一直撞 等一下 不是要被很中火的鍵嗎 對 還沒 你這位 我是晨熙 我是一直直播都沒有人看的 等一下 POP駐唱 也是POP駐唱 然後也在餐廳 也自彈自唱這樣子 自彈自唱的歌手 來踢館是嗎 沒有 我跟你講大家今天都是都來拚 我其實今天很慌張 因為剛剛來的時候 聽到很多歌要幫忙彈 我說糟糕 我等一下會彈錯 你剛剛不是說彈錯 就以聲相許嗎 以聲相許 你這樣子不是 幸福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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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家先坐 謝謝 好 那我們大概聊一下 最近這幾週 大家都在忙一些什麼 最近就在寫歌 這樣子吧 好不好 主持人先吧 好 我們要介紹一下 自己知道在幹嘛 我們是明明舊 我們最近一直在拍片 拍網路影片 那如果喜歡我們的話 可以搜尋 Facebook搜尋明明舊 然後YouTube搜尋明明舊 阿不要剪掉 拜託這一段 不要剪掉 然後我們剛好明天六點 會準時在明明舊上片 我們有一支新片又要出來 歡迎大家繼續觀看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大家都有粉絲專業嗎 有 那我們都可以介紹了 我的粉絲專業就是 王喬穎 九映 因為代表就不會被剪掉 三喊是王 尚慧喬的喬穎 恩慧的穎 J O Y I N 九映 介紹跟妳很像 對 等一下換他 好 我來看一下是不是造超 大家好 我是王喬穎 不是 沒有 浪透了 大家好 我是黃毅軒 粉絲專業是黃色的黃 陳奕迅的翼 車乾軒這樣 完全是 完全是 一模一樣 只是最近還講張靜軒的軒 順心改調 對 平常在做什麼 平常就是 覺得一樣唱唱歌 其實我們也有做 之前也有做一些直播節目 然後我們在賣卡貝的 其實我們是同一棚啊 真的啊 我們後面是同一棚 對 我們只有隔一道牆 對 後來另外一邊租約到齊 我們就變單人 我們現在被並購就對了 對 我們被並購 我們並購 熟悉的陌生人的概念 隔一道牆然後我們都不認識這樣 對 今天第一次見面 很熟悉啊 我們在隔壁棚都聽到女聲音 很大聲 時間就不一樣了 沒有 我們知道他們在做什麼 餐飲業的嘛對不對 沒有啦 我們是BBQ 廁所都有遇到 我們今天洗手間嘛 女生 我們等一下會被捲掉 好了 哈囉大家好我是以辰 粉專就搜尋以辰 A你就找得到了 A-N-N-I-E 以辰沒有介紹 打以辰會查到誰嗎 打以辰會查到誰 梁以辰 我的以是 你是不是綜藝咖 可以的以然後加一個草字頭 辰呢 辰是新辰的辰加一個寶蓋頭 我很愛頭對不對 中文不好 有什麼綽號啊 比如說什麼玻璃女孩之類的 玻璃女孩 小洛 小洛 也可以叫我小洛 太多名字了 好啦 以辰就好了 我是辰希 然後辰 粉專是辰希 C-O-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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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在直播大家都叫我Coke 可是覺得這樣子容易就是搞混 因為你知道取英文名字 感覺就很假掰 所以剛才就用本名 剛才就用本名 剛才有人就 所以你說我們很假掰是嗎 女生不算嘛 女生都是假掰的 女生 過了 謝謝 謝謝 其實我像Jimmy 有 謝謝 有棒球棒之類的 有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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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吉他 那既然你們在隔壁棚 那你們平常有看我們的節目嗎 有 寄予很久 真的嗎 哪一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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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干貝 所以我們特色是要會玩會唱歌 是的 那玩這部分我們要就是 什麼都玩 昏火箭 然後跳火圈是不是 所以有火箭嗎 我最大的就是能接受到 待會兒會模仿給我們看一下嗎 可以啊 可以啊 這位來模仿給他看 告訴人家自己怎麼曬黑了 來示範一下給我們看一下 什麼 剛剛到哪一趴 剛剛 瞬間是一 怎麼有火 火圈 什麼東西亂說 沒有 那我講一下唱歌這部分 我們必須要 觀眾一點我們立刻唱 可以嗎 等一下你們有辦法 人家一點你們立刻唱嗎 可以 他們都是駐唱歌手嗎 對啊一定可以吧 開玩笑 當然不行 對啊 不要這樣子 可以可以 看什麼歌 最近很紅的歌應該都可以吧 然後也終於想到什麼一 什麼樣子 什麼什麼一樣子 那我們直接 來比賽一下 我們直接點一下 你們有辦法直接唱嗎 他們都OK 可能點100 這個來賓很有個性 他就是推脫 他就是推脫 試試看可以 試試看 試試看 我們反正點不到就剪掉 對 那我先點一首 兩隻豪虎 這首歌有點難度 這首歌有點難度 我們會加練兩個禮拜 練兩個禮拜 試試 好OK 難怪你都無所事實 來這樣子 服務正業 今天 既然 就上節目嘛對不對 一直都已經做得那麼明顯 這樣子 就是我們 我們兩個一組 分隊 分隊 女生都跟我一組 等一下 我們可以女生第一組嗎 不是 你這個分隊 你幫我放在哪裡 我們是不是做錯了 我們做錯了 回來 對對對 你們來錯地方了 不是 你怎麼分那一組 怎麼叫我跟男生 對啊 怎麼女生 什麼東西 不然我們正常一點 我們就三個一組 你們三個一組這樣 這樣可以對不對 這樣可以對不對 到底誰是主持人 你剛剛也是配組好不好 來這樣子 接下來我們進行一個PK 駐唱歌手 VS 亂翻族 不是 你在講什麼話 我們是 主持人兼歌手 主持群好不好 沒錯 不要捧太高 拜託 我們是主持群 主持群兼歌手們 PK歌手們 好不好 這樣我壓力很大 對 這樣壓力很大 你們一點都沒有壓力大的感覺 對 鏡頭前面要這樣說 看一笑 他們就知道 對啊 不行我們比別的 對啊 跳舞拳 跳舞拳 不行 主持人先示範一下 他們剛剛就 就說他們 我們輸了再示範 你們第一個要派誰出來唱 派誰出來 我們就派 我們派最旁邊的好不好 最帥的 是因為這樣 不是因為我最會唱 對啊 我們派一個最厲害的 最厲害的 最厲害的 這個如果再不行 我們就不用唱 後面就沒了 後面就沒了 你先介紹一下 你接下來要帶來一個歌是什麼 最近 剛剛說到最近比較紅 然後最近駐唱唱 收到人家點 周杰倫的 《等你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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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他還有楊瑞黛老師 周杰倫的那個 接下來Cue下一集來賓 是不是 沒有沒有沒有 接下來讓我們有請 晨熙為我們帶來的 《等你下課》 你住的箱子裡 我租了一間公寓 為了與你而不期而遇 高中三年 我為什麼 為什麼不好好讀書 每考上跟你一樣的大學 我找了份工作 離你宿舍很近 當我開始學會做蛋餅 才發現你不吃早餐 你又擦肩而過 你耳機聽什麼 能不能告訴我 躺在你學校的操場 看看星空 角色裡的燈 還亮著你沒走 記得我寫給你的情書 從什麼年代了 到現在我還在寫著 總有一天總有一年 你會發現 有人默默地陪在你的世界 也許我不該在你的世界 當你收到情書 也代表我已經走遠 學校旁的廣場 我在這裡等眾聲響 等你下課一起走好 好嗎 我彈著情唱你愛的歌 暗戀一點都不痛苦 痛苦的是你根本沒看我 我常怎麼走心 卻走不進你心裡 再人來人往 找尋著你守護著你 守護著你不求結局 喔 你又擦肩而過 我唱告白祈求 終於迷回了頭 躺在你學校的操場 躺在你學校的操場 看星空 教室裡的燈 還亮著你沒走 記得我為你寫的情書 都什麼年代了 到現在我還在寫著 總有一天總有一年 你會發現 有人默默地陪在你的身邊 也許我不該在你的世界 當你收到情書 也代表我已經走遠 謝謝 等你下課 手上很厲害 真的很厲害 難怪說你是最帥的 沒有沒有沒有 我是說最會唱 最帥的是他 難怪我們只說我們是組織 聽我都想去學做蛋餅 真的嗎 氣勢不能輸 對啊 唐琦 提琦你們用他 好不好 幹什麼呢 你們不用我們要想說 我們一起 你們唱了我們要的氣勢 厲害 厲害 接下來你們要派出的是 我們派女生好不好 阿妹 阿妹什麼 不要這樣 聽Q歌 很多好聽的女生的音樂 例如 例如 我想聽見夏宇的聲音 你想聽聽 那不是周杰倫的歌 不要再改腳本好不好 不要再改腳本 那請問 您要唱的是什麼歌 這首歌也是最近很紅的一首歌 阿妹的聯名代姓 超紅的 很難唱 很難唱 阿妹在描述他這次的專輯的時候就講了 他這幾首歌全部都是要讓人痛到底 絕對不會 聽到這首歌剛好聽到就哭了啦 對 絕對不會哭 他專輯是偷人的故事嗎 對 偷故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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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對 你剛剛在想對 我嚇了一棒 讓我腦筋沒有辦法轉 對 他帶來這首歌 這首歌聯名代姓 聯名代姓 翻譯 你怎麼想表本住在我心裡頭 後來的那幾個 所有沒做錯什麼 他們口中自私的我 犯了偷竊世間的錯 扶植貼上你的愛 也很精彩的你不敢寂寞 這圈子不太大多少聽說 欣賞你流浪像是種信仰 我真怎麼想 再被你提起是憐憫的心 謊誠是有意義卻疏遠的刻意 多少人愛我偏方不像你 是公開的秘密 只剩你沒拆穿我 在初心戒律中就是不關鍵 那來的勇氣我就是不會信 我切愛切走其實在等你 時間有的默契 你會不會有錯過 我沒有把握 從不淨多少個跨面也一起過 要是依然念念不忘再鋪唇頭 早放生彼此好好過都多久 你總把聲標本住在我心裡頭 後來的那幾個又沒做錯什麼 他們口中自私的我 犯了偷竊世間的錯 扶著貼上你的愛 也很精彩的你不敢寂寞 這圈子不太大多少聽說 欣賞你流浪像世中信仰 我真怎麼想 再被你提起一世憐憫的心 謊誠是有意義卻疏遠的刻意 多少人愛我偏放不下你 時日公開的秘密 只剩你沒拆穿我 在初心戒律中 就是不管記憶 拿來的勇氣 我就是不會吸引 我切愛切走 其實在等你 是最後的默契 要是我們有錯過 就別再回頭 謝謝 謝謝 很清新版的 很清新版的聯名戴行 厲害 怎麼樣 兩位 你知道真的是 要哭了是不是 他們剛剛預料很久 情到深處主持人 你們都不知道怎麼主持 情深深與萌萌 搞什麼東西 你的演講好像有累 怎麼了怎麼了 還好吧 聽得很累 是打哈欠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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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得很好 唱得很好 女生很漂亮 真的 其他比女生還要大很多 對 這樣顯瘦 這樣顯瘦 這樣比較顯瘦 比較瘦 我真的 不行 我們還是要重整一下氣勢 來 下一位 我們要再抖肩舞一次 我們要抖肩舞 不用再抖了 剛剛路過了 其實我也是 他們三個裡面 主持的那一方面的 而且你可以放鬆 想拉來我們這邊是吧 沒有這件事情 不過他們兩個就不用來了 他們那個慢慢唱 我們層次是有堆高的 你給我們的期待值在這裡 掌聲一下 來 來 還沒唱就先上來 我們期待值堆高 所以等他輪到他們的時候 就是在這個位置 好 好 來 一軒請問你要帶來的是 剛剛看那個觀眾都寫追光澤 哪有 剛剛那有觀眾 你沒有看到是不是 有觀眾 有啊 那裡有觀眾 聊天生 刷夾 你好 你好 怎麼會想要唱追光澤這首歌 因為太多人點了 而且聽起來蠻有感覺的 我喜歡這首歌 真的寫得很好 你覺得聽男生的版本 還是女生的版本 我是聽男生的 江蘇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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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多文 江蘇龍 江蘇龍 地名的感覺 好 那我們有請一軒為我們帶來的 最光澤 謝謝 如果說你是海上的煙火 我是蘭花的泡沫 某一刻你的光照亮了我 如果說你是遙遠的星河 遙遠的讓人想哭 我是追逐著你的陰謀 總在孤單時候眺望一空 我可以跟在你身後 像影子追著光夢遊 我可以等在這路口 不管你會不會經過 每當我為你抬起頭 連眼淚都覺得自由 有的愛像陽光傾落 便擁有 便失去著 如果說你是夏夜的螢火 孩子們為你唱歌 那麼我是想要畫你的手 你看我多麼渺小一個我 因為你有夢可做 也許你不會為我停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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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讓我站在你的背後 我可以跟在你身後 像影子追著光夢遊 我可以等在這路口 不管你會不會經過 每當我為你抬起頭 連眼淚都覺得自由 有的愛像大雨旁陀 卻依然相信彩虹 我可以跟在你身後 像影子追著光夢遊 像影子追著光夢遊 我可以等在這路口 不管你會不會經過 每當我為你抬起頭 連眼淚都覺得自由 有的愛像大雨旁陀 卻一聲相信彩虹 千萬不要塗 你會有的愛像大雨子 連面都會綁起來 或者是一個感覺 連手中 看縊裡 各方面的音樂 直接在你的彩虹 可以去到你 除非人在煩獅 你會不會跟在你之下 我會想說 下一個科學是A D兩個 我不解錯 你不覺得A3長得有點像清風 清風是不是 我跟你講 我應該還是講錯 我剛剛一直看 我就覺得他長得有點像誰 夏之黑 你在彈鋼琴的時候 清風俠是你 清風俠 不是那個清風 另外一個 有一點像 我剛剛一進來就看到 所以現在是在幫我招黑對不對 不是 等一下清風粉絲 哪裡像不在那邊 好 這個角度 然後往下看的時候 這個角度 不是 我們真的做不到 有沒有像可以在留言下面說 大家可以給我一點信心 對 不要罵他 對不對 好 很厲害 清風俠 張明達 三首已經結束了 接下來要到重頭戲了 希望只在這邊走 這邊走很厲害 沒有啦 所以我們節目在這邊就結束了 謝謝大家 謝謝 我們還沒表演 謝謝 對啊 我剛剛拿到做結尾了這樣 真的 你要準備結尾了 給香姐快樂 我們要給自己一點信心好不好 相信自己 對 幾位都是第一次來我們節目嗎 對 沒錯 好 那可能是最後一次 謝謝 為什麼這樣 為什麼這樣 因為他們常來玩 對啊 大家都喜歡音樂嘛 不嫌棄我們就每天都來 好 每集都來 每天都來 不是 我們只有禮拜一集有錄嗎 這樣 每天都來你要倒茶水喝 對 好 那接下來PK換我們了好不好 好不好 那我們這邊先派出最弱的 不是最強的 最強的 先派出最強的好不好 女士優先 對 女士優先 Joy 因為他們全部都是唱 最近很紅的歌 然後我們這邊不一樣 我們帶來自創曲 自創曲 自創曲比較厲害 很厲害 就是好玩你們聽不出來 對 然後我們自己聽得出來 有沒有唱錯 你們也不知道 走音就是 我們故意自創走音這樣子 你們也不知道這樣 就是很有音樂性的 策略性的 策略性的戰術 那邱鷹這首歌是 我要在這裡說嗎 還是我要過去 沒事 你在這邊說 我這首歌叫做 好幾次在腦海裡都想殺了你 是他們是不是 我 不是 你說這首歌才會成為 對戰歌曲 想幫你們殺掉 對 很厲害 我們讓音樂人在聊一下 這首歌到底它的理念是什麼 就是因為我本身 就是以前在聽歌的時候 我都會很納悶一件事情 想說為什麼 台灣的女生被劈腿的時候 都會心裡只有悲傷 不是應該會很生氣嗎 因為我自己被劈過 然後我看到訊息的那一刻 我是有一點東西 怎麼可以是這樣 就是超生氣 真的 幹嘛 女生不是要安慰嗎 幹什麼 我幹什麼 我不要介意 還好 你是看到訊息 我是直接看到圖片 照片 妳有這個 我也有 因為剛好被朋友遇到 然後就拍 你看你男朋友這樣 被拍到 直接被拍到 妳是生氣還是難過 哭慘了 我是哭慘了 然後後來我直接找那女生理論 我是直接 你會生氣對不對 我會生氣 你們有這種經驗嗎 你們有沒有被劈的 我們只有被劈的 真的 對啊 被劈的 我們是那種就是 一開始會憤怒到 最後我們會習慣 我們是沒有感覺 我哪比一開始有快的 我被劈腿 每次就說好難過 後面是Peter 終於他劈腿了 不是不是 後來是Peter 這次多撐了一點樂 明明就不想要了 不是 是嗎 好啦 我上去了 我上去了好了 我上去了 忘記了 好啦 我上去了 好 那接下來歡迎 全力帶來的 好幾次在腦海裡 腦海裡 薩斯林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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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級 謝謝 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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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神心不再厌 口语暧昧 谎言的气息在攻击中发酵明显 甜蜜的灯锅香水 沿着盛装排队 我开始怀疑起自己的品味 懒得煽情可怜 也不想寄情随便 笑看着一切当作始终磨炼 不必感叹 为何总是逃不出这样的结局 我是个勾范 孤兮无限的循环力 现在到底是有些什么问题 不翻脸却让自己好奇 是我没原则还是你不懂珍惜 好几次在脑海里都想吓了你 拦截口道歉永远无止境 这一次我确定 给到你 不必感叹 为何总是挑不出这样的结局 我是个勾范 孤兮无限的循环力 现在到底是有些什么问题 不翻脸却让自己好奇 是我没原则还是你不懂珍惜 好几次在脑海里都想吓了你 拦截口道歉永远无止境 这一次我确定 给到你 这一次我确定 给到你 这一次我确定 给到你 我感受到你的愤怒了 真的 有熊吗 在期待你杂吉他 我生气吗 有 你在期待你的杂吉他 最后是一个很难 就是觉得很麻木了的感觉 跟你们的心情一样 就你一个清纯的外表一下 没想到你这样 一个老练的灵魂 这么摇滚的内心 之前有一些粉丝就说 我是暴力清新 暴力小清新 有 小心点 现在变得很正常 就是找错人来主持的感觉 很棒 你现在不坐这里 你都可以讲这个东西 好 好 其实他们 你要干吗 没有啊 其实很帅 而且刚刚那个眉毛有加分 没有 因为每次在唱歌的时候 就是眉毛会很皱 然后刚刚就是皱不太起来 因为麻药还没退 对 然后就觉得 这边好僵硬 没怕集中 对 觉得沿面这边好僵硬 其实很厉害 而且我觉得 她的声音跟以前的声音 蛮巴的 对 有一点 对 要不要组团体 对 那个同音的感觉 你现在是在拉人过 同音的感觉 你要拉近前 我只可以过去 对 对 我想说 女生被拉走 你还握手 你干嘛 你组一个女生很高 对 他很暴力 太凶了 你又不坐我旁边 好啦 再次谢谢我们的Jory 谢谢 那下一part是 下一part就是 你们这边讲的 就是剩下了 剩下了两位 剩你们两个 不是前辈 俊杰跟大根 不是 你刚才讲剩下两位 剩下是怎样 俊杰跟大根 好 我们 那大根是什么意思 我们其实主要的任务 还是主持人 那我们接下来还是要 唱一首歌 对 跟PK一下 对 你来介绍一下 交流一下 不是PK啦 不是交流啦 不是PK 我们今天从来都不是PK赛 那本来就不是PK赛 气势 你们刚刚都提出了吗 刚蒂哥这么有气势 结果你们整个掉下来 对啊 这首歌就是我们自创曲 叫我们不是最适合的一对 对 所以要分开了是不是 不是最适合 我觉得对以往的感情的 一个描述 我以为是你们双胞胎的心情 算开 但是写人生不来 如果说我们来写歌 可能就是 请你离开我 对 对 对 直居的感觉啊 好 那我们欢迎明明就我们的大家 谢谢 对 我们不是最适合的一对 DQ 摩天輪 轉了幾圈 那年夏天 我和你坐在上面 眺望最美的城市 走過心意的夜 聖誕數下許願 改變來不及預期 彷彿把快樂遺忘在昨天 在我的昨天 伴隨爭吵苦惱 苦笑心裡卻覺得很甜 我們不是最適合的一對 的一對 為何如此蹉跎 彼此的世界 想放棄卻太深刻 這夜 閃爭難眠 快走吧 離開 在我的腦海裡面 改變來不及預期 彷彿把快樂遺忘在昨天 伴隨爭吵苦惱 苦笑心裡卻覺得很甜 我們不是最適合的一對 我們不是最適合的一對 的一對 為何如此蹉跎 彼此的世界 想放棄卻太深刻 這夜 輾轉難眠 快走吧 離開 我的腦海裡面 閉上眼 全都是你的臉 別回頭 早已 覆水難受 哇 我再感想 還記得初次見面 你完美能出現在 我眼前 我默默許下了 永遠 記得心裡的夜 以及框過的街 你拖著依釋的鼻辯 囊在我的肩 生活太快的轉變 年輕總是善變 對於我的不成熟 我願意承受到現時間 走得太快 我們來不及去&I'm fine 如果你等我 我告訴你我還在 在 我們不是最適合的一對 為何如此蹉跎 彼此的世界 想放棄卻太深刻 這也輾轉難免 快走吧 離開我的 腦海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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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好聽 厲害 新的二重唱的感覺 對啊 我還是雙胞胎 緊張緊張 很抖啊 沒有默契啊 結束了 很復古的感覺 滿好聽的 很像羅大佑的歌 很厲害的感覺 可是你剛剛在鏡頭上 真的名歌的感覺啊 對 沒錯 只是你在鏡頭上 真的有點像大佑 對 你是看我嗎 不是 這個超像的 你不是說聖節目 不要講這種話嗎 好 不要惹大根生氣好不好 對啊 太陽前輩謝謝你 要不要介紹一下創作理念 對 這個創作理念呢 就是 曾經就是有一段戀情嘛 那他就是在描述過去 我的其中一段戀情 然後分手很久了 但是又覺得說 為什麼你總是又出現在我腦海裡面 一直走不出去 所以最後才會重複三個 腦海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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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講歌名啦 我眼睛一樣 歌名是不是適合一對 但你們兩個一對真的很厲害 對 那個風格很強耶 真的 真的嗎 那個風格很棒耶 我覺得很好聽 而且是一個很特別的 就是跟其他人是有區分的 我第一次被獎獎耶 我很少被誇獎耶 好開心喔 所以以後記得 以後記得要找我們拍片這樣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一定合作耶 沒有問題 有問題 我有一個問題 沒有 我想知道這首歌誰寫的 一半一半 對 因為你們有人分配Rap跟那個 Rap主要是他 對 然後詞曲就是你 詞曲主要是我 對 所以是同一段感情一人一半這樣 對 這樣子是對的嗎 對 但不是同一個人 就是一個故事不同人這樣 對啦 主要是這個 對 那女的跟不同人嗎 一個跟這個 好啦 男生跟女生總共兩對 但是兩個人都是不一樣的 你跟老婆講話 這次發的來賓不太好笑 對 一直要探討主持人的世生活 對 幹什麼東西 讓我們再把掌聲送給明明舅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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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來 而且他們很認真啦 對 真的很認真 練了很久 所以一直陪他們練 再來我們又要下猛招了 下猛招 對 Joy 我們都已經唱完歌了 還沒 你還有 你還有 我不是新來的嗎 你還沒有 他剛剛在後輩面 等一下給我兩首 我要上去檢查 不是新來的嗎 他可能還沒準備好 帶給你準備一下 我們先 剛剛我們可能 雖然說 我們被大家稱讚 但是 可能 我們在音樂方面 還是有點弱 然後他們會彈鋼琴 我們就會彈吉他 對不對 你剛剛吉他很厲害 對啊 認真的 而且你們的歌名很長 我們三個人的歌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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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歌名都很長 現在在一起都沒有你們的長 我們三首 不要再誇我了 拜託 你的最長你有11個字 對 我們兩個 我們兩個 才是他們三個 對 然後今天我們的強項還是搞笑 對 所以說我們要PK一下 講冷笑話這件事情 有 我有準備一個很厲害的 那你先幫 那你先幫 還好你講 那你先幫 我這個真的很厲害 就是有一天小明 他的爸爸是山東人 等一下 我先說 好 笑的那一堆就輸了 笑的那一堆輸是不是 真的假的 我笑的眼超低的 講話快點 先放空一下 輸的會怎樣 麥卡貝第一屆冷笑話 正式開始 Action 好 就是小明呢 他的爸爸是山東人 然後有一天呢 爸爸就帶著小明去 草原上騎馬 然後他就這樣 跑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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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開心啊 然後他爸爸就看到小明 快要掉到山崖下面去了 他就很緊張說 小明啊 小明啊 你快樂嘛 你快樂嘛 小明就說 我很快樂啊 然後小明就死了 超好笑耶 等一下 沒關係 剛剛裡面有人笑了 剛剛裡面有人笑 剛剛裡面有人笑 超好笑的 以前很想笑啊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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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笑話 我有講過給你們聽過 可是還是好好笑 那手腳還沒有笑 沒有 其實他前半段 加動作狀很好笑 對 加動作狀 那誰剛剛有笑啊 那是他比較好看 不要這樣 差別在這裡 但是不同的比賽 真的 這個滿好笑的耶 不錯喔 樂馬 不是不錯吧 可以啊 多大學樂馬 換你們 換你們 沒有啦 剛剛裡面就笑 好啦 我講一個 我講一個跟醫生有關的笑話 是可以笑還是不能笑 不能笑 不能笑 別對的不能笑 讓你們先笑好不好 給你們三秒鐘 不用 好 我很嚴肅 OK 老師 接招了老師 有一個老伯伯他去看醫生 他最近就腸胃不太好 他說 他跟醫生說 最近我吃蘋果 就會拉蘋果 我吃葡萄 就會拉葡萄 請問醫生 我要怎麼辦 然後醫生就想很久了 他說 看來 你只能吃大便了 你為什麼要笑嗎 為什麼要講這個 原來是 其實我剛剛對他非常有期待 因為我想說 不行不行 我要笑出來 我要笑出來 但後面他說吃大便 不吃個真的 吃個真的很久了 不是 我沒聽過 我真的沒聽過 這個哏到底在哪裡 我講真的 我剛剛如果沒有捏姊野手 我會笑 沒有 這很好笑 因為他說 因為他想要正常的排便 對 他吃什麼會 會想要正常的 對 他吃大便 明明就很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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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啊 不是冷笑話大賽嗎 對 所以我這個是對的 我覺得你這個 很棒對不對 腳本上解 閒小就輸了 是這樣子是不是 如果我們沒有笑 換你 不是啊 這樣順序是這樣 你椅子會彈出去 你就彈從26樓跳下去 那不是特寫很棒 你先吧 趙順序你先 好 來 嚴肅的 欸 輸的 看到你就想笑了怎麼辦 我想問一下 你知道牛是怎麼死的嗎 牛是怎麼死的嗎 餓死的 餓死的 餓死錯 怎麼死的 牛是怎麼死的 怎麼死的 淚死的 淚死錯 睡死的 錯 錯 錯 它是被人 這幹嘛 這幹嘛 導播有笑 沒有 不是 他只是比較 他只是比較慢半拍 他覺得很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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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也覺得這滿好笑 我覺得這滿好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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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招只用女生耶 對不對 我覺得這滿好笑的 對啊 我有兩分 那也是品牌的笑話 OK啦 OK啦 就有業配的這個 New Balance 你們有New Balance 業配是不是 我有配 沒有啊 來來來來 疑忱走一招 你也是問問題的 幫我來問一個問題好了 好 好 想要問問你敢不敢 像你喝我 好 愛我喝 沒有沒有沒有 獅子受驚了之後會變什麼 變什麼 母獅子 不是 我如果講到答案就是去破 對 真的不要問你 不能講答案就是去破 你知道嗎 老虎 不是 獅子王 不是 就是這樣 獅子精 你們是獅子精 這就很早 獅子精喔 原來是獅子精的部分 我覺得你也不太挺差 你沒有笑 對 你為什麼沒有笑 我要講這笑話 我大概聽了25次 他每次有人Q笑話就講這個 對 不要這樣子破哏 而且我發現每次曹怡都聽不懂 獅子精 他剛剛明明自己講了一個更深奧的 結果他現在 他剛剛也聽不懂 我跟你講你不能講怪他 他其實眉毛還在痛 對 所以你腦袋沒辦法運轉 對 講不過 高雲 怕我們強棒 駿銘給他來一刀猛的 他我不敢 我看他我就想想 我出教一話都出得非常非常的快 有一點有隻雞在海邊吹風 他叫吹風雞 好 結束了嗎 這真的很厲害 OK啦 這很厲害 你是吹風雞的 你覺得我笑點很低 我笑不出來 不是啊 你們是不是嫌節目時間太 你們這樣 我們下次沒有節目可以上 那你算 你講一個 你講一個 我講過 真的沒有準備齁 不是我 請你來一個 這麼恰 他有看過那個西遊記嗎 有點悟空啊 他的那個 欸 我還沒講你去想像 不是 你的長相跟沈玉琳有那種 就是看著就會想像 那我應該要高興嗎 有多遠的 OK 先表… 來… 悟空他的那個金箍棒不見了 然後他就想說 怎麼找找不到 他就去問土地公 土地公啊 你覺得我金箍棒在哪裡 然後土地公想很久 看著悟空的臉就說 我覺得你這個金箍啊 他就棒在他合你的頭型 金箍棒在哪裡 很好笑嗎 我跟你講 我們金… 以後…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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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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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笑喔 金箍棒在哪裡 金箍棒在他合你的頭型 沒有 你講什麼都好笑喔 他是好笑在你的 你很Q的感覺 你很Q 你好棒喔 不是笑話好笑 我要高興嗎 對 那看來這場笑話的PK 沒有結果 沒有我覺得他贏啊 他… 玻璃法… OK… 不然你過來我們組隊 安靜 對 他們贏 因為他們贏 那我們來個加分題 對啊 我跟你講 帶我們非常大咖的來賓要來 有可能 我們今天來唱一下他們的歌好不好 好… OK好不好 就你去唱歌 我剛剛已經在埋伏別人 你有發現嗎 我說他長得很大咖 剛剛… 所以… 所以你要唱… 所以等一下要來的是新鮮嗎 你要唱無眠嗎 你那邊直接破我的哏 好硬喔 好 我們等一下要… 我們要唱的是 蘇打綠的無眠 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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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在這邊跟大家插播 預告一下 麥卡貝跟台歌大 My Music合作的 BANG BANG BANG演唱會 這一集 這一集怎麼樣 是誰 重量級來賓是 柯友倫 尖叫聲 而且這一集柯友倫 要在重機面前 開搖滾演唱會 聽說會有20台 百萬重機在現場 帥耶 非常非常厲害 那這一集是在3月11號的 週日晚上7點半 會進行首播 那我們接下來的話 休息5分鐘會有大卡 來到我們現場 謝謝 謝謝 標準拍 標準拍 可以猜猜看是誰 在留言下面猜一下是 蘇達綠的誰呢 大貝 小貝 隨機大小貝 隨機大小貝 邀請到BANG BANG BANG 這個節目裡面來做 特別的來賓 唱歌給大家聽 那在這次的表演裡面 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呢 比我們唱歌的地方 非常的特別 還有呢 會有什麼樣的曲目呢 當然會有 你們聽過的歌 還有 這次 《悲心專輯》裡面的歌 請鎖定 MyMusic跟 賣卡貝頻道 我在 身上登記的時候 大貝 小貝 隨機大小貝 Nacht 老闆 他 在 在 在 這是一首簡單的小情歌 唱著人們心上的曲折 我想我很快樂 當有你的溫熱 腳邊的空氣轉了你 這是一首簡單的小情歌 唱著我們溪透的白隔 我想我何時空 當一個歌送著 青春在佛舟飆著 我知道 就算島嶼讓這座城市顛倒 我會給你懷抱 睡不了 看見你被來到 謝謝我 都要入獵了海的淚灑 就算整個世界被寂寞幫忙 我也不會奔跑 逃不了 最後誰也都蒼好 曖昧下火 世界和今生交錯的城牢 這是一首簡單的小情歌 唱着我们心头的白鸽 我想我何时后 当一个歌颂着 青春在风中倒着 你知道 就算大雨绕着走城市颠斗 我会给你怀抱 受不了 感觉你被我遇到 想想我 独描入脸的爱的理想 就算这个世界被寂寞绑条 我也不会奔跑 跑不了 彩虹谁也都藏牢 想想我 时间何时是交错的城堡 你知道就算大雨绕着走城市颠斗 我会给你怀抱 受不了 感觉你被赢了一套 写下我 独描入脸的爱的理想 就算这个世界被寂寞绑条 我也不会奔跑 最后谁也都藏牢 想想我 时间何时是交错的城堡 很多人都藏牢 我们都藏牢 家丸的單元了 今天有一個非常厲害的 重要集的來賓 有嗎 是誰呢 幹嘛 不是 它上面寫 尊重耶 尊重耶 百日告別獲得金馬獎 最佳電影原創 音樂聽名的音樂家 超級厲害 金馬獎 大家是不是都已經猜到是誰了 對 我們掌聲歡迎 阿公老師 阿公老師 阿公老師好 阿公老師好 阿公大家好 我本人好高 很高嗎 你也知道鞋子有一些 我要舉辦我的音樂會 今天來跟大家宣傳一下 然後 對 然後現在我們剛好在修團嘛 所以想說來跟 就是不同的朋友一起來聊個天 然後就先跟你們一起見面 非常非常好 歡迎老師來玩 叫我阿廣就好了 不用叫了 老師 你坐下 你叫我坐下聊嗎 我不習慣就聊 不是 老師不做下我們不敢做 我們不敢做 對 好少人叫我老師 平常就都跟團員一起工作 我們其實也不太會叫老師 沒有 我們不敢直說老師 我們不是叫老師 我覺得好奇怪喔 對 而且我們真的是從小聽蘇打綠 聽到大 這樣講 對嗎 這樣講可以嗎 我也是從小才蘇打綠 打到大了 老師你陪我們長大了 對 很高興能夠擁有你們的時光 以你們為那個 你的青春還好嗎 你長大就是因為蘇打綠這樣 還可以嗎 就是因為你們然後開始又想寫歌 剛才聽了你唱五年 還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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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沒有叫我幫你彈 不是 可以嗎 如果你不嫌棄了 你們有沒有要唱了 你們有沒有要唱了 老師是你彈給他唱啊 他們兩個一直在那邊唱害羞 你們兩個也想唱吧 沒有啊 不是 我們比較懂和聲 他們沒有 他們沒有 我們唱 對 你們 你們是平常去唱歌的時候 都在旁邊和聲嗎 對 我們比較是像男和聲 其實我平常也是這個角色 平常就是你知道我們主唱 是清風大人嘛 對 沒錯 主唱大人清風嘛 所以好聽的歌聲 就是讓他來負責 然後就是負責鋼琴跟提琴的部分 你看老師也有寫詞寫曲對不對 有 有一點點 就是個人還是演奏 音樂比較擅長 但我覺得寫詞寫曲也算是 每個人應該都會有 想要記錄很多生活的點滴 然後對我們來說 音樂就是非常好的一個方式吧 所以無論是你用怎麼樣的方式去記錄 包括音樂也好 我覺得都是很重要的 這個 你們現在可能不能理解 可是我已經很能理解 我們現在就是看到很多 我們以前 因為我們已經過了10年了 你知道嗎 前3年 2014年就已經有一個10周年的tour 其實很快 就是一個團 我們這樣經營到現在也 12 13年了 然後在這段時間 我們又做了一個滿大的休息 就是等於說我們已經 已經跨越了人生的一個步驟了 我們團員都好忙 對啊 但我覺得就是希望這些過程 因為我想你剛說是聽我們音樂長大的 然後因為現在也有很多 其實這個說法大概五六年前 我們比較不能接受 但是五六年後已經習慣了 真的 真的 然後就覺得如果能夠在這段時間 帶給你們一些什麼正能量 或者是對人生有什麼不同的看法 跟去解決一些比如說對愛情也好 或者是對你生活的工作等等的也好 都能有一些去讓你自己突破的話 我覺得這就是我們這麼多年來 就是想要帶給大家的事情 很成功啊 很成功啊 你的團太出現了吧 你是不是公關長 公關長是我們團長阿福 他現在在忙燈會 他現在在忙燈會 所以 所以我現在就 那老師最近在忙什麼 最近我在準備我的音樂會 對 因為 他還有在幫別人編曲 有 去年我只有 去年其實還是有好好的休息 不瞞大家說去年我就是 玩了電動 玩了半年 什麼電動 我玩那個探險 秘境探險 還有一個叫女神一文路 我們這樣聊太多了 聊太多了 聊太多了 很好玩 終於可以把電動打開了 終於可以把電動打開了 其實我的那台第四代 就是2015年就買了 但是我到去年休息 2016年 2017年的時候我才把它打開 這麼久啊 我沒有時間玩了吧 我其實就是沒辦法同時做很多事情 我一次只能 就像我們其實主唱節目也是一樣 他想要唱歌就好好唱歌 然後像去年他到了很多地方去旅行 然後我就是好好的玩了電動 最近可以玩魔物獵 對 但是最近好像有另外一個主機更厲害 所以 好 這個個人沒有幫電動代言說 就可以這樣亂講 沒有辦法今天白台電動在那邊 然後我在家裡不玩它 我其實曾經有想要開電動直播 但是我覺得這個事情對我來說實在是太難以 因為我以前就不是做這個事情 我只是想要嘗試 但是連嘗試我都很難去踏入 所以想說曾經有這樣想試過 但我覺得就是放假之後想要嘗試很多事情 那除了玩電動之外 我就是在對我自己有一些整理 就是當然可能我們之前在團的過程上面 都已經做了很多 比如說我們之前有跟管弦樂團合作 就是 然後管弦樂團也都是我負責的那些 那些擺佈那些人 負責 最近不是有幫維里安編協嗎 對 編協 維里安也是幫他寫弦樂的演奏 對 那是我去年唯一的編曲 就是沒有再接其他人 直接熟人 都在打電動 對 不要打擾我打電動 對 很重要 打電動是不是不能 真的要放鬆 對 但是電動打到大概去年六月之後 我就再也沒空打了 因為我開始就整理我自己的音樂 然後跟清風一樣 其實清風最近也在整理他自己的詞曲作品 那他整理幹嘛呢 我也不知道 就賣個關子 所以這個很新的感覺 我現在急救的學生拼管 不要打電動 我也注意一下好不好 對啊 那所以我覺得同樣是 因為我就從小都會學音樂 一路以來就是學音樂長大 然後彈鋼琴什麼的 所以就覺得如果要作為演奏家 自己自稱演奏家的話 就還是要增進一下自己的 這方面的技能 所以我就好好的整理了 我自己以前想創作 但沒創作完的作品 甚至是想要練習 甚至沒練習完的一些古典音樂 然後就在這段時間 剛好我們有一個三年的休假 然後剛好可以 好好的把它再重新規劃 重新整理 然後在規劃之後 我就覺得這些東西 一定要有一個推力 讓我好好的把它整理完成 所以我就想說 那就乾脆來開音樂會吧 對 那可以再幫我們更深入 介紹這個音樂會 比如說它的特色 或者老師 你們買一些什麼 嘉賓之類的 買嘉賓嗎 嘉賓是用買 可以幫忙嗎 可以幫忙嗎 我願意解消 我願意免費 我願意免費 我們不用錢 但我們是嘉賓喔 在下面搖一公棒的 可以當嘉賓嗎 我們在下面搖一公棒的 目前只有它有audition 你剛才有audition Women is OK 我個人覺得蠻OK的 真的嗎 真的嗎 可以重錄嗎 我剛剛一... 有沒有這個機會是難得 我可以一直叫他們 他們都不敢上去 是不是 就是先唱嘛 那你們平常去那個 就是去唱歌的時候 如果有桑小綠的歌 都是唱的 小情歌 這首歌伴隨我 真的是太久 我只要每次失戀 我都聽著首歌 失戀聽小情歌 會不會是 會開心 會開心 你知道有個人會在你背後 我以為這個是熱戀當中的 不是... 我是失戀人 我自己開心一點 我們都聽過 蠻有趣的 好好聽喔 對... 而且很難唱 是不是 那等一下要不要參加 我好想你 我看一下 好刺激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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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這之前 我還是要介紹一下 當然... 這個很重要 對... 然後我的音樂會 就是在今年的下個月 就是3月14號、15號 在台北市的中山棠 名稱叫做 玉琦未來 然後是我的拱玉琦 就是我本人 拱玉琦創作音樂會 然後取得就是 同音字玉琦 然後就是關於我的過去 關於我的未來 那其實我本身就是學古典音樂 剛剛講過 那其實這不會是一個 就是單純的古典音樂會 那因為我在蘇法律待了很久 然後也算是接觸了流行音樂 滿久的 雖然說我到現在還是 只會彈蘇法律的歌 因為蘇法律很特別 就是會把流行跟古典 對... 我覺得這個概念 除了在團上面 有很強烈的 想要傳達給大家之外 其實對我來說 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在創作音樂上面的一個挑戰 所以就想說 這個概念 我不能讓它停止 就是不能 即使我們的音樂 沒有再繼續 在這些 這個時段當中 沒有繼續再繼續創作 可是這個概念 是不能停止的 所以作為音樂人 我覺得我應該用音樂 來繼續延續這個想法 這個理念 對 所以在我的這個音樂會當中 除了古典音樂之外 我還會改編很多 就是古典音樂變成 比較電音一點的感覺 好酷喔 好像很帥耶 對 因為有時候 古典音樂 就是坦白說 就是不瞞大家說 就是古典音樂 動輒30分鐘 對... 然後聽到一半 就會覺得 滿好聽的 然後... 就滿好聽的 就是滿睡眠的 對 可是我以前 當然會有點 不太舒服這個想法 可是我後來發現 好聽的音樂 就是要會睡著 如果音樂不好聽 讓你睡不著 這樣就好聽嗎 對... 對啊 你會覺得很衝突嗎 流行音樂跟古典 是滿衝突的 對 剛開始進入蘇打率的時候 其實我還在念研究所 然後那個時候 我就一心的想要玩嘛 我就很認真的 跟蘇打率去表演 去錄音 但是我就有點荒廢了 我的學校的課程 所以我後來就是決定 還是把學校的研究所先念完 就是北一打 然後念完之後 我才正式的加入蘇打率 那也很幸運的在蘇打率 沒想到蘇打率是一個 就是這麼喜歡融合的樂團 它不是一個單純的搖滾樂團 甚至也不是單純的流行樂團 然後就像我們的老闆 維哲老師 他自己也喜歡古典音樂 所以他跟我就是有滿多 古典音樂上面的共鳴吧 然後他有一些想要在 我們樂團裡面呈現的畫面 又剛好跟古典音樂非常貼切 所以就在這段時間 我也就是一方面也學習到 然後也一直把這個想法 就是古典音樂跟流行音樂 融合的這個想法 一直都有在繼續做 然後就在我的這個音樂上面呢 也會同時的在呈現 古典音樂跟流行音樂上面的結合喔 那除了就是講音樂之外呢 好像有你太多話講了 沒有 可以幫我快轉 可以幫我快轉 因為我們鼓手小 會常常講話被快轉到 老師你今天有說 老師你畫得很有癢 對 我一直覺得就是有在補充的感覺 但我還是希望就是剛剛講到 希望不要像是古典音樂 那麼難讓人上手 或者是去接觸到 所以我可能就是用電音的感覺 但是你在聽完這個電音的時候 你默默的聽了一個古典音樂 所以在你不知不覺當中 其實有聽到很多古典音樂在裡面 你就不用跟人家講說 我都沒有聽過古典音樂 或是我每次聽都怎麼樣 你就可以聽說 我聽了阿龔的一個鋼琴協奏曲 然後它裡面有聖桑還有蘇打綠 真的可以融入聲音樂 對 我覺得我最喜歡就是這樣的融合 然後所以在舞台上面呢 我也會讓這個舞台看起來 也不單純只是古典音樂 它還會加入一些視覺的呈現 還有燈光舞 對 有一點點 對 有一點點像是蘇打綠的演唱會 然後你們看到的就是 其實還是蘇打綠的阿龔在台上 可是這個阿龔呢 它除了會演奏 你們所熟悉的鋼琴之外 還會演奏 你們可能比較少聽到的古典音樂 這樣子 蘇打綠的阿龔延伸出來 可以 可以 那個1.5倍數 不會 不會 老師你學比點閱學多久 滿 我鋼琴是從4歲就開始學 是不是要從很小開始學 比較可以學得起來 我覺得是要從小就有 就是一小 很小 從小就有偏差 不是 那個戲 我常常說 因為我常常 我覺得我應該是過了某個很無聊的 乏味的練習時段 就是才能夠跨過去變成 繼續學音樂的狀態 然後我以前其實還滿喜歡 很無聊的練習 我其實以前會把漫畫 放在圖架上 然後我就開始練 大約1到2小時的音階 就是很單純的 以前沒什麼漫畫 以前只有小叮噹 還能夠聽你了解 然後我就是很喜歡那些很無趣的練習 可是我覺得 我後來覺得其實練習很像運動 只是手指上的運動 然後其實你除了要每天練習 最重要就是維持 運動也是一樣要維持 所以我覺得其實樂器 雖然它是一個很高高在上的東西 可是我覺得它跟運動 是有某種方面的共同性的 就是你如果一直維持就會變種習慣 然後習慣你就會 就會很自然的去演奏 雖然看起來 就像有一些運動看起來很難 可是可能對他們來說 都是一個習慣 對 對 我覺得每一個人的習慣不同 然後有一個說法 這就是才藝 可是每一個人才藝不同 我們也不會說 一定要規定你會什麼 可是如果你能好好的堅持 你喜歡的會像 而且我自己就是 因為我有很多就是 學古典音樂的朋友 然後我都覺得他們身上 有一個共通點就是 我覺得他們很專情 對 就是因為他們 對他們很專注 然後我覺得他們對很多事情 都是很專注 然後連 對 對 我不是說他們可能只有一個 我是說這一個他就是會 對每個都很專注的 對 對 我覺得 我覺得我們的老闆韋哲老師 可能就還滿喜歡這個專注的感覺 所以在之前 也不知道之前 可能之後也有 就是蘇打綠的編曲當中 其實有時候我們都會 非常非常的專注於 就是音樂的編曲上面 其實有時候像 演唱會 演唱會上面也能看到很多效果 燈光還有很多的特效 可是那些東西呢 其實蘇打綠 其實平常不太會去想那些的 因為韋哲老師說 你們還是專心的把音樂做好 音樂做不好的其他東西 都不用升 都升不出來 音樂的根本非常重要 對 所以我們到最後就還是認真的做音樂 不會有其他的事情來干擾我們 所以就像剛剛講的 如果你喜歡 然後如果你有興趣 然後專研這個是很重要的 老師已經有很多網友說很想趕快聽了 趕快聽了 好好好 要演奏的 要演奏的是 我就是去年秀團之後 有一些整理的作品 然後同時我也有一些新的創作 然後今天也帶來這邊跟大家分享 這首歌叫做什麼 叫做台北的天氣很爛 真的 確實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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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就是 如果是退到一個做音樂的 一個方面的話 其實就是一個配樂的概念 我覺得配樂有時候就是 要有一些心情上的寫照 就是剛剛講過的就是像寫日記一樣 然後這首台北的天氣很爛 是一首中提琴演奏曲 然後他的確就是在台北的外面 一直在下雨的時候 然後寫的 心情不是 對 因為我們去年修團之後 我跟清風才各自開了粉絲專業 你知道我們的粉絲專業才開了一年 我們團十幾年了 但是在這個上面我都是新手 然後當然 所以也經由粉絲專業 好像就是又跟那些聽眾們 有更多的互動 我就覺得天氣很爛的時候 是不是應該做一些事情 讓大家能夠開心 所以就讓這個曲子 來帶給大家一些 也是正面的能量 好 謝謝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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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各位要记住 就是相当好用 随时可用 因为台北的仙气 从小都很大 所以要取创作曲名的时候 可以取这种 可以一直拿出来打歌的 中小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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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校登陆 中校登陆真的很塞 对 我想听 对 对 谢谢大家 好 反正就是来写一下 下一首歌就写中校登陆真的很塞 握 moder yet 润ode 然後就上課的時候就學到 這竟然是跟我同一天 真的有天分耶 你在拉關係嗎 對啊 你在攀關係啊 盡量拉 不就射手我不免吧 射手我做 射手我做 你覺得射手座好相處嗎 射手都最帥 射手嗎 我也喜歡射手 射手耶 我教過三個射手座男朋友耶 好 他有三個前男友 我三個前男友都射手 你三個前男友都射手 然後你的前男友都射手 你一直拉 一直拉 我那個星座我上身在射手 射手 有一點 頭上星座但是會差很多 有一點遠 越拉越遠了 對 越來越遠了 從電動到星座 可是是不是有很 就是台灣其實蠻少人在學中提琴 對對對 因為一般都是拉小提琴比較多 還有大提琴 對 中提琴一直都是有點像 就是被當作伴奏的角色 可是他聲音其實真的很舒服耶 對 我覺得中提琴其實是還蠻適合 蠻跟符合唱歌的感覺 他的聲音就是不高也不低 可是就像人的唱歌一樣 唱的聲音也不會像小提琴那麼高 對 然後也不會那麼低嘛 所以我覺得中提琴也是一個 蠻類似人生的演奏樂器 所以在情感上面 可能會傳達更多出來 對 就是聽起來不會覺得 就是過於的激昂或者是低 因為有些低沉就聽起來難過 對 所以我覺得這方面其實反過來 不是反過來 就是一開始我是在蘇嵐綠裡面 就演奏中提琴了 然後我覺得這個 因為我就是演奏中提琴很多 然後也幫蘇嵐綠寫了很多弦樂嘛 然後都是以這個比較中音的觀點 去寫那些弦樂 我覺得中音相對就是比較溫暖的感覺 對 所以我在寫那些弦樂的時候 然後可能默默的讓蘇嵐綠的歌曲 有一些溫暖的感受 有 蘇嵐綠真的有這種感覺 就會比較跟小提琴一直在上面很炫技 或者是很多音在run的感覺 不太一樣 對 終於知道為什麼了 就是為什麼感人 但我覺得像編曲這個 可能就是默默擔任 她情緒掌控的角色吧 對 然後但是我覺得中提琴這個樂器 又會想讓大家知道就是 就是因為她 所以可能蘇嵐綠音樂會變成很溫暖的 然後也因為她可能就是一個管弦樂團 才會完整 然後但是一般人很少知道中提琴這個樂器 其實她真的很讓人混淆 她其實就是比小提琴大一點點 對 然後聲音低一點點而已 沒有差別 如果做功課 如果我就是沒有做功課 我還真的不知道她是中提琴 對 她 沒有這麼誇張 是以為是絕世古嗎 因為她在做 Audition沒過完 你不能唱歌 我真的沒做功課 我還以為她是小提琴 現在我們要加油一點好不好 不好意思 謝謝 不要這樣子 老師為什麼會選擇 一開始會選擇學中提琴 其實也是因為她很冷門 就是小 剛剛說鋼琴是四歲就開始學 中提琴是小學三年級的時候 選的樂器 然後那時候我爸就覺得 要給我選一個冷門的 然後當時最冷門的樂器 就是中提琴跟雙簧管 不是彈簧管 是雙簧管 然後都沒有人要學 老師她好像一人疑惑 你不要這樣 雙簧管 對 雙簧管真的很難解釋 因為很少電影什麼的用到她 通常都是用黑管 那個單黃管比較多 這個跟音樂信仰有關 但是你繼續有關 這個片要念多一點書 沒關係 今天不用知道雙簧管 這個是中提琴就好了 中提琴就好了 中提琴就好了 對 平常如果看到提琴的話 可以去播一下她 然後如果她聲音很高 她就是小提琴 小提琴 所以今天就是 所以我就想要把中提琴 這個樂器 她很比較陌生 所以我就為她 在去年寫了滿多新的創作出來 對 那現在已經有自己的音樂會 那有可能會有自己的專輯 目前 目前還不太敢想這個事情 一步一步來 對 一直都沒有這個想法 是因為 也可能是因為我一直都是 在幫蘇打率做創作 所以有很多的作品 都是附著於蘇打率的作品當中的 而不是一個獨立的作品 那直到像剛剛講的 百日告別這個配樂 我才開始有自己的創作 所以其實也是兩年前才開始 只是剛才是2015年的時候 所以我已經很久都沒有 自己個人的一些 比較單純的創作 所以剛好 就一切都是 剛好這段時間 蘇打率休息三年的時候 我就覺得我不能 就這樣荒廢我的音樂 對 就還是要自己前進一下 然後順便也訓練一下 好期待喔 所以很多觀眾都說 很期待下一首了 大家都說等不及了 好 下一首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的一個 也是一個終點期的創作 然後這個比較熱鬧 它有點像是 索娜的感覺 索娜 索娜 你是不是很想像 前面 是的 就是介紹 街上蠻吵的那個樂器 叫做索娜 然後為什麼要描述這個感覺 因為我是看了那個 世大運的壁幕式 不曉得各位有沒有看到 就是大運的壁幕上面 有一個非常有趣的演出 然後演出是結合了 薩克斯風跟索娜 對 然後個人就是 因為不會缺索娜 然後我也不會缺 薩克斯風 所以我就想說 用終點期的來模仿一下 索娜的感覺 應該是沒有弦樂器 能夠做這件事情 所以等一下 好像沒有索娜 是你模仿出來 對…是我模仿他 但可能就是 其實就是一個弦樂觀點 就像是終點期的觀點 去演奏這個角色的 對… 再做十歲行歌 十歲行歌 十歲行歌 順娜的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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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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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像是全新的創作 那我有另外一個問題 你怎麼會有這麼多音樂 可以寫這麼catchy的旋律 這個問題我也很想問清風 清風有八百多首創作 我也很想問他 因為我還覺得一聽你就記得了 馬上就記得了 而且重點我覺得 好棒的是我跟他 我跟他其實一開始 老師 你在 我以為我以為他們在放音樂 然後我在對稿 因為我們兩個都在看稿 奇怪 怎麼有鎖娜的聲音 哇 老師真的在彈耶 索納一般突然來個 然後又來個高潮 我就哇賽 好厲害喔 最後算是一個蠻新鮮的嘗試啦 然後也把這個想法 就是中西合併的想法 就是讓 呈現得更完整一點 是 中西合併的感覺 對 然後 這樣很棒耶 像在學校的琴房 大家中西的音樂都一起 一起玩 大家一起玩音樂 對 我也覺得這個嘗試 我一直都很想要做 然後也很好玩 感覺後面有很多人住民來唱一些 最近過年 過年剛過嘛 所以就 也不是過了一陣子啦 當然很適合過年的時候 很棒耶 那個燈會後面有這首歌 沒有 都老師敢啊 我也不知道耶 看阿福要不要邀請我去啊 真的喔 演笑自己是他還沒邀請我 哇 阿福老師 再Cue你阿福老師 阿福老師 老師 你的票賣完了沒啊 因為演奏會的票我覺得 還是沒有像演唱會那麼容易秒殺 所以才希望大家能夠幫 多多幫我宣傳就是 預期未來的 預期未來 真的 已經聽了兩首了 都超級好聽的 那購買的方式是 購買方式到兩廳院的售票網 上面去購買 對 因為其實有時候 我可能就單方面也在宣傳說 我就是把古典跟流行 就是結合 其實用聽的也很難理解啦 對 但是我相信今天就是 在這邊演奏了一些曲目之後 應該大家能夠更熟悉我的音樂 老師 從剛剛我目不轉睛到現在 我眼睛沒有合過 真的 我不會想睡覺 因為我完全覺得 對 我看到那場音樂 我會覺得 怎麼可以這麼振奮人心 現場還會有一些 就是視覺的配合 然後視覺的配合 其實也不會像是所謂的 比如說被歌詞限定 入住的那個情緒 那我們是讓做那些動畫的人 聽了音樂之後才開始創作的 所以他們也是 也不能算二度創作啦 就是他們也算是一個 全新的創作的角度去 同時進行 跟他們自己的感受去 對 所以就不會 跟我原本的概念會有 怎麼講 就是不會 也不會說整個 只有單一的思考 可能我聽起來像所謂 他們聽起來可能就 不一定 就變別的樂器 或者是別的感情 對 了解 了解 我覺得配樂就是 剛剛講的也有很大的空間 可以讓大家想像 然後這想像其實是很重要的 對 尤其是在音樂創作上面 你說那現場也會有其他的樂器一起感嗎 還是你 我個人就是因為覺得 中提琴就是一個被邊緣的樂器 所以我只會把中提琴Double 所以 你知道邊緣的就是這樣一起才會有力量 一群邊緣的樂器 感覺好強大 感覺好強大 對 當然要把這個強調一下 就是說一次這次中提琴不夠 就要說四次 只說到五次 中提琴 中提琴 那它是七點半開始 對 其實就跟平常古典音樂會的時間一樣 是七點半開場 然後會有上下半場 然後同時就是會有我的中提琴創作 還有鋼琴的創作 鋼琴除了創作之外 還會有一些比較 就是跟古典音樂結合的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還有一些是跟蘇打綠比較有關的 對 因為大家就是在台上 不會只看到古典阿公 還會看到蘇打綠阿公 對 沒錯 所以在其實兩年前 我們舉辦一個全台的 就是全專輯巡迴的時候 然後就是即將要修團前 我們做了一個巡迴 然後在那個巡迴的時候 我就想說 那何不我也來彈一些鋼琴版的蘇打綠 然後所以我這個時候 就隨性彈了一些曲子 放在網路上面 那可以偷偷透露有哪些曲子 可以透露嗎 目前 這個想法到去年已經有 到了去年修團之後 我覺得這是一個蠻有趣的想法 所以我有延續 所以就順勢推出了 就是推出了第二季這樣 就自以為 自以為影集 然後推出了第二季 我真的就是影集 真的 真的 但老師其實真的沒有回答我 我們要現場去聽 才知道哪些曲目 對 曲目當然是 已經推出了曲目 目前都在網路上 是可以找得到的 那你現場聽得到嗎 可以 對 各位 買票 等一下也會偷偷的帶來一首 等一下 這是腳本上沒有的吧 對不對 是不是 我們要凹一首是不是 我們要跟老師凹一首對不對 真的嗎 老師不是說要幫我彈一首嗎 嘿嘿嘿嘿 路在彈關心 對啊 我講的是你要唱一首不是嗎 真的可以嗎 真的可以嗎 我會把它 我會把它那個 我覺得你可以 我覺得你不要可以在唱一首五年了 我會把它錄下來 然後寄給所有的朋友 然後放在我的FB上 放在我的FB的那個橫幅上面 然後請我們基金公司上 在我們的宣傳影片 然後那剛才彩排的時候 跟你對的是降義Key 你彈的高半音 老師對不對 你有發現是不是 他剛剛第一顆音彈下去的時候 我就想說跟彩排不一樣 就是 第十了 這是古典音樂超級驚人 但是你移高了之後還是 因為你就是可能已經有開嗓了 所以你叫做其實唱得也都很好 沒有 我剛剛是現場的時候 我想說好像有變高 然後想說不管了就硬著唱 但蠻好的 其實我覺得無眠這首歌 你對我來說也不 會被阿公老師說蠻好的 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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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開心喔 他說我們這裡了 謝謝 他說我們這裡了 謝謝 所以你是故意的吧 沒有沒有 你們是不同隊的嗎 他想害我 老師對著進去 小心機 手開口看在一起 那你也故意的太不OK 你應該往上移三個Key 我們移三個 或者是你彈的是清風Key 他就沒辦法唱 對啊 沒有 老師那你有覺得他真的有一點點像嗎 你轉那個方向 你這樣一講我起零壓力很大 老師講很好 他射手做的 射手做的嗎 有沒有就是不看我就很像清風Key 沒有你會往下看 你往下看 有啦 這樣很像 假裝在彈琴的時候我覺得有一點點像 我個人近視1100度了 太誠了 這樣是不是現在不比較像 這樣是不是比較像 老師你拒絕的應該都滿溫暖的 老師這是個很正向樂觀的人耶 很溫暖 你說他不像都是 不是 是我近視啊 對 是我的近視 是我的眼睛 是我的眼睛 滿像的 真的嗎 你不要看錯 沒有啦 謝謝 謝謝 連以前都這麼多看的時候很像大燈 你就不要再 我們要節目繼續 老師那你有覺得他有點像林俊傑嗎 我 我因為近視所以當兵當替代役 因為近視所以當兵當替代役 好 我們不要再玩了 我們不要再玩了 這樣只要我被說像 然後你就是要 我要開心嗎 只要我被說像耶 你們要開心嗎 而且其實鏡頭上真的很像 我覺得本人還好 說像的可以在下面留言 對 你看很突然說像啊 你看下面 這句話結束大根 這句話結束幫我打一個馬賽克 你以後可以幫他接通告 對 就是一個很敢不敢 通常說像不像 不是就要邀請本人來接通告嗎 對 那我就只好回去幫你問一下清風 好 真的 真的 真的很像是 可以找他來 那我還有一個問題 學古典是不是真的 那個音準會非常好 耳朵會非常尖 我覺得就這樣觀看 其實就是一個習慣啦 然後就會習慣說那個音高就是在哪邊 然後就會很自然的說這個太高這個太低 就像我剛剛一聽到伴奏就發現它有點高這樣 明確度 對 但就是 就是一個本能的反應啦 每個人就是 擁有的那個 方式不同 我個人就是比較吃飽沒事 感覺都聽得比較陰準 沒有你看老師已經練了多久了 從四歲開始練到現在 現在不好說是幾歲 不好說幾年了 不知道不知道 不知道 超過十年 已經勝負了 老師這年都十嗎對不對 大概十六年 不過我們都已經輸到十三年歲 大概應該容易算 四歲出老 好 謝謝你 好了 可以了 主持人幹嘛 老師那你接下來 所以你們真的是從小的時候開始聽 從這麼小的時候開始聽 真的 從這麼小的時候 就應該是聽 開叫做好笑 小青的 對 開叫 開叫 是開叫 我好想你 好啦 我們還有一首對不對 對對對 還有一個 也是跟我的音樂會比較有關 就是剛剛一直在講的是 古典音樂結合流行音樂的一個作品 對 那這個作品其實分量有點龐大 它就是一個單獨的協奏曲的樂章 然後是改編自一個作品 叫做聖桑 天鵝壺 很厲害 就是天鵝壺 還有動物狂歡節 因為我小時候很想要 天鵝壺就是那個 黑天鵝跳的天鵝壺 對 黑天鵝這個電影裡面 就有完整的天鵝壺的音樂 然後 就是改編自它的作品 因為它的音樂都很好聽 也是 如果你想要接觸古典音樂的話 可以去聽聖桑的動物狂歡節 供商服 這個很好聽 對 那我就改編自它的鋼琴鞋走曲 因為鋼琴鞋走曲 是一個很囂張的曲目 方式 就是一個鋼琴 然後跟一個管弦樂團 但是我們 我們不可能平常沒事跟管弦樂團合作 那怎麼辦呢 就只好自己 自己做管弦樂團的部分 然後自己彈 有沒有這樣 這樣起來是不是有點 有點就是沒什麼目標的感覺 不會不會講 但因為鞋奏曲它本身就具有一個 蠻規模性的難度 所以 但是我又覺得 它動輒就是很長嘛 所以我就選了 其中音樂章差不多六分鐘 然後 讓它做一個比較流行 比較電子一點的改編 然後我在演奏原本鞋奏曲的鋼琴 然後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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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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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Uncle! 這玩意在踢小歌 真的快了 太誇張了 疯狂鼓定居的感覺 緊急吵起來了 不緊張了 緊張會受不了 我們直接再來一首Uncl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超帥的 其實我還滿少機會可以在直播 就是節目上面彈奏這個 可是我就拿去音樂祭耶 真的嗎 真的嗎 因為其實它還是一個古典 因為我超擔心它就是讓人覺得很難去接受 不…我們站起來了 你剛剛站起來不是這樣 你剛剛唱到那個歌曲 真的超猛的 真的 好 那就再來彈一首蘇打綠的歌曲好了 然後就是我去年在 應該說就是新的創作 然後結合了蘇打綠的歌曲 然後來演奏 然後曲名叫做《月下星空》 它其實是改編自蘇打綠的《未了》這首歌 就是收錄在《東未了》 一本專輯的《未了》這個歌 好聽 對 然後變成一個《月下星空》 因為這一首歌裡面它就是在講 I'm your star 然後一直在天上的感覺 然後但這些星星可能是 就是那個神 它就是在講學習佛斯 推石頭上去一直推不上去嘛 所以這些故事就存在那些繁星當中 然後我就截取了這個星星的概念 然後變成了這個鋼琴曲 然後改編自蘇打綠的《未了》 題目叫做《月下星空》 《月下星空》 我也要練習 謝謝 我愛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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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啡的音樂的品牌照 那待會我們這個節目呢 結束之後 還會有獨立樂團的表演 那這次的樂團是 皇后皮箱 對 一定要觀看囉 謝謝 我們下週見啦 拜拜 大家好 我們是 學生電團風音樂 我是曼莉 我是Emmy 真的 對啊 他們是樂手老師 讓新的一年 祝福大家能夠 新年快樂 恩 可以的 好 by bwd6